一頭短髮穿著藍色外套 他是前新北市政府副發言人江宜貞 站在土城京城路和延期街口 和來往的車輛行人揮手致意 这也是他最近每天早晨必定安排的行程 站路口站桥头 希望借此增加民众对他的熟悉度 谢谢大家肯定 但是因为作为一个新人 那我现在要非常努力的通过 4月27、28、29的初选 那才能出现 那进而在大选的时候为大家服务 那如果大家对我有任何一点肯定的话 那请一定要在民调的时候支持我 那我一定也会一步一脚印的 让更多人认识我 然后跟大家争取对我的支持 谢谢 民进党是议员初选部分 在土树三一选区已经告一段落 最后结果还是有新人落败 无法代表民进党参选议员 对他来说都是简讯 新人参选有年轻有活力 却还是可能因为知名度过低 在民调第一关惨遭淘汰 为了让大家记住他 这段时间就是要往前冲 义无反顾 以往也发生很多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呼声很高 但是后来其实票却没有投下去的情况 那作为一个新人 我真的诚恳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 真的就是民调的时候回答 就是唯一支持江一针 那也在大选的时候 真正的支持一个年轻的新人出现 把年轻的力量带进新北市议会 江一针的姑姑是前板桥市长江慧珍 即使有姑姑提点怎么样跑选举 在竞选过程当中 她依然要用努力告诉市民朋友 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让她能够以资深所学 为新北市带来改变 中央新闻林立如 吴梁贤 赌城报导